今天上午,一觉醒来后,多位四川移动用户反应,自己的手机突然出现预额欠费,甚至遭遇停机。 第一,北京报记者注意到,出现一场欠费的金额,从几百元到几十万步道,网友安大怪兴趣欠费56万多。 他表示一觉醒来,房子都是移动的了,发现欠费停机后手机无法使用。 他就去了营业厅办理强开业务,也有网友表示,由于遭遇欠费停机,自己无法打车,无法买早餐,生活严重受影响。 对此,上午时时许,四川移动公司发布通报称,由于系统升级改造导致临时故障,不分客户费用异常,将尽快未受影响的客户恢复通信功能。 费用查询系统最至于24小时后恢复正常,届时客户可以查询准确的通信费用,对客户带来的不变身表歉意。 目前,已有部分异常欠费,用户APP上的欠费金额和剩余金额已经清零,但短信查询时,仍显示巨额欠费。 北京报机制李涛实习生态又轻,CM的缅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